刚刚有提到的就是 大家被洗成什么样的样子 可是最近绿营是不是确实也急了 刚刚讲的是政治人物 在接下来的布局急 现在要讲的是绿营的侧翼 提前溃不成军 也有在议题设定上面的感到焦虑感吗 历史哥要问的是 这个陈时芬又出来了耶 那翁达瑞啦好不好 他讲好听翁达瑞 他就是陈时芬嘛 他的最新的发文在冷饭热炒 又开始在炒林涛的论文 在硕士论文是不是涉嫌抄袭 林涛亲自在我们的节目线 他直接跟大家先爆雷讲了这个事情 那确实也还在延烧 陈时芬说呢 这个林涛硕士论文涉嫌大量的抄袭 可能事实上这件事情 其实在2022 他那是当时要选的时候 就已经交代的清清楚楚 尤其阳明交代还召开了学轮会 也经过了书面的审查 面谈视讯数次的会议 内外省的委员共同召开会议之后 结论就是他的论文是没有涉嫌抄袭的 怎么到现在还在论文的这一战 这目前为止还烧得起来吗 还是他想要带什么样新的风向呢 还是急了 最近绿营就是各种被打得满地找牙 所以他们现在很痛苦 其实刚才我们也比如说分析了 新北市的选情 其实从林又昌在基隆罢免操作失败之后 绿营的焦虑感跟焦激感是更加的严重 所以这时候放个狗出来咬一下人 那很正常 反正他现在还在咬我啊 对不对 这个好像是11月又要开庭了 所以我跟翁达瑞的这个法律诉讼生死之战 就是可能在12月或者是明年1月就要宣判 那我是不知道我是不是要继续缴律师废 或者他继续上诉继续让我缴律师废 可是你可以了解到这个人无所不咬 他不是只咬蓝莹的这些政治人物 他连同行名嘴都咬 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有多疯狂 只要你跟他意见不一样 那他当时被我批判就是说 因为他的评论实在是太夸张 有违他这个作为一个教授的一个身份的样貌 所以会被人家质疑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教授 是这样来的 他这样也要咬我 我实在对于这个别人的评论是容不下一个字 可是大家想哦 翁达瑞为什么那么闲 这个人难道不用上课 不用教书 往返台美也很花时间吧 随便飞机一飞也要个三四天 你来回飞也要三四天吧 怎么会这么闲 他年纪也不小了 难道他体力那么多吗 就代表说他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个体 他就是有人在交办他 否则的话我们这就是要合理怀疑 那这个时候跑出来打林涛是为什么 因为可以看到林涛在经历过了 这个去年到今年之后 你可以很明显发现 自从林涛在选举前到选举后到现在 经历过当中包括军阅事件等等的事件之后 林涛的成长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拿民进党的重炮手来打林涛 那这样子有点上市 对他们来讲会觉得是上市对下市 当然林涛常常经历是干嘛在吵架 因为他也毕竟是发言人嘛 但是拿翁达瑞来咬下市才上市刚刚好 谁是下市当然是翁达瑞陈时分啊 那谁是上市当然是林涛啊 我必须讲他这样就是用一个纠缠的方式 学龙会多判大家了解学龙会的功能性 刚才莎莎在讲的时候我就去看了 翁达瑞所提供的这些资料 这简直是鬼扯蛋 就算有一样好了 我想请教一下陈时分大教授好不好 陈时分大教授尊称你陈时分大教授 虽然你在加拿大那一位伟毅商学院 说实在的我很难用这个名词继续恭维你 我勉强了好不好 反正我现在在诉讼当中 简单来讲 你所谓两页 你知不知道抄袭里面有所谓的比例之说 还有引用之说 你说这个原文出出在哪里 那我就问如果林涛转 林涛所引用是转引至其他教授 所写过的文章再进来呢 大家要了解到 我不了解他到底是怎么得到这个博士 但是大家要了解到 写论文的时候 我们一个人的人力是无法穷人力之所及啊 尤其在Google学术越来越发达之前的一段时间 林涛号不是今年才取得学位 他也是好多年前取得的学位 那在那个时候 尤其我在读书的时候 很多东西根本没有全文检索 所以常常会发生一个事情是 我们看了一些著作 而那些著作是用的 他是用更前面的 他可能用的更前面的 那我们是追溯不到 那个学术源头的时候 那我们就以最近可追溯到的学术源头 作为我们的注脚 这个东西在学术领域上是完全合理的 也是学界的通用共识 你到底知不知道 你说你在美国任教 连芝加哥法则都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那你到底是怎么写注脚的 我看不清楚他的读书怎么写出来的 不要骗人家没有读过书好不好 不要骗人家没有读过研究所 我讲的我相信啊 这个大家如果 当然不要去帮他助长流量 你可以去看一下 他所分享的方式 那实在是非常有问题 人家也有下注脚 只是那个注脚不是用原注脚 他这样就在说抄袭 那如果照这样的话 全世界只剩下一种人可以写 就是论文 那种人叫什么 叫做假人 带着AI的假人 因为只有AI有办法去找嘛 那只要没有数位化的东西 AI也找不到 那AI也会失误啊 所以对于 对于翁达瑞诚实分这种人的颇份 我是认为啦 林涛一定要坚决的抵制 最好的第一个打他脸 第二个这不行就是司法解决 因为你这个绝对有利嘛 他当然他现在故意打一点插边球 因为他也是败数界常客 他常常 全阵子败给沈大佬 被法院认证啊 学术的败类不是就是这个样子来的吗 所以这个人他就是绿营的车衣 而且我跟大家讲 很神奇的是绿营真的超爱他 包括呢 以前刚刚下台的这个胡万林 民事的这个资政部长 他专访翁达瑞 那时候他专访翁达瑞的时候 我真的惊呆了 你堂堂一个所谓四大电视台 因为他们是属于这个 在那种传统地视台线的 然后呢 你给他一个专访时段 那请问这个人是什么了不起的学术成就吗 请问这个人是在了不起的学校里面教书吗 请问这个人是长春的名校的终身教职吗 这是大家的一个问号 结果他可以得一个专访 然后讲的全部都是政治内容 所以这到底 其实我讲这个 他搞不好耳朵竖起来 又准备要告我下一笔了 所以我实在也不是很想提他 因为我是觉得真的很low 讲不赢人就用告的 那就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他只有纠缠 导弹 混淆 视听 抹黑 剖粪 等等下肆的手段 却没有一个在所谓公开电堂上面 跟大家直接直求对决 说理说理的手段 他也只敢在他的同文层 在他的脸书上面 PO一大堆这些所谓的证据 适事而非的证据 来剖粪淋涛 但问题是淋涛人家一丢出来 直接是阳林交通大学学轮会 直接丢出来 所以如果翁达瑞你觉得是超醒 那阳林交通大学的学轮会 阳明交通大学的公信力 是你翁达瑞大 还是阳交大大 这是很简单的问题嘛 好像不能叫阳明 要叫阳交 算了我也不知道怎么讲 阳明交大 对对 抱歉 对 阳明交大 到底是阳明交大比较厉害 还是翁达瑞比较厉害 这就跟当初一样 相信小智 还是相信台大 相信翁达瑞成十分 还是相信阳明交通大学 我想国人心中自有公论 你只会继续的丢了 因为这个真的是像个小丑的行径 臭不可问问 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的斗内 阳风的斗内 蓝白党为什么不逼这个民进党 让大法官来宣布 非民进党的通通当选不算 这样也不用选举 也不用罢免了 何千仙他要cue一个画面 他说 历史哥你打官司前 应该要跟董哥握个手 真的吗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董哥没输过 所以历史哥加油 董哥你也输了 但因为董哥现在应该我记得 你还有这个案子 还有官司在身吗 有案子没关系啊 所以如果这一次董哥要是输了 就是历史哥再赞 死亡之后 但是我们当然都希望两位的官司 都能够赢啊 因为其实这个真理跟公道 自在人心 本来就该赢哦 那昨天如果你有看金钟奖的话 即便你平常不太关注影视娱乐 可是昨天有一个很政治性的 这些常看政论节目的观众朋友们 昨天的金钟市地呢是吴康仁 那吴康仁最近已经是被提到 哇他应该已经要聚了 9月跟10月的话题的热门排行榜前几名 因为他当然去中国发展之后 中国大国发展之后 那清鸟就全面的出征 那现在清鸟很尴尬 因为出征完之后 昨天吴康仁拿到了金钟市地 连波及黄阿民都观察到 他说看起来现场气氛似乎有点尴尬 尴尬的不止如此 我们仔细去看一下当初出征他的Third上面 全面的崩溃 这个也是我觉得很逗的 我先来念一个 这是桃源的某市议员 我就不想帮这位民进党议员打广告 跟让他的名字曝光了 他说戏剧节目男主角讲吴康仁 尽管你已经抛弃这个舞台 可是你的缺席却证明了你的存在 我相信这是你在中国永远也得不到的肯定 这是绿营议员怎么样去解吴康仁 拿到金钟市地 他说反正你在大陆也拿不到 你去发展啊 还有哪些呢 来看到这个 我们已经把王傲的名字给码掉了 避免有一些争议存在 看到吴康仁得市地的我 心情就像看到柯文哲当初无宝请回一样 今晚宣布金钟奖影帝名字是吴康仁的时候 据说现场一片尴尬到死的激进 这让我想起了我阿嬷告别事上面 塞功念到了被关在监狱 无法到场的某个长孙的名字 现场也是这个尴尬的捷径 董哥这又是一个 我们刚刚讲的前面翁达瑞 这是青鸟出征之后 人家用实力拿到了金钟市地 也让他们现在整个网路舆论 风向很难带啊 大家要清楚啊 吴康仁其实去年就拿到金马奖 那今年在哪金钟的话 其实一点都不意外 我觉得不意外 那当然因为他选择到中国大陆 去做一些发展 我觉得这个本来就是很正常 你知道现在台湾的戏剧 就被这位这些所谓青鸟跟太阳瓦所绑架 他一定要很强烈的本土意识跟台独 那我们政府强烈的去支持 拿钱给他们去拍那些创改历史的戏剧 为什么 因为民进党知道他们掌控媒体 掌控司法 掌控网络 那现在还要掌控什么 戏剧 他让很多年轻人去看戏剧 觉得说国民党都坏 台湾人都好 斯卡罗大家看到了 天还硬 天还勇 然后再看到了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他们过去从返校里面得到了成果 一个创改历史 然后去丑化国民党 然后再把他台独的仪式强加在里面 让年轻人看 然后找一些偶像技的一些蓝女主角去演 演了又很多人就觉得 哇 你看国民党都坏 根本不应该投国民党 就这样 那他造成的效果无与伦比 他们现在还有好几部的戏在拍 我知道的嘉义还有一部正在拍 那这个拍了以后 到了嫌疾那一年 的年初把它拿下来 后年拿出来播放 那加上我们公事潜力配合 拿国家的钱 然后去洗年轻人的脑 过去洗脑是从克刚 然后你进入社会 我从新闻里面 从媒体里面再去洗你的脑 再去网路洗你的脑 那现在从戏剧里面 所以他们知道说用戏剧来主导 那当然我们知道 在这时候吴康仁拿到了 让大家觉得很意外 其实我不觉得意外 因为这部片子 男女主角都拿到了 然后配角也拿到了 导演奖也拿到了 然后最佳的戏剧也拿到了 大家可以看到 他其实出乎很多人意料 觉得说依照政治氛围 应该不应该给他 为什么 因为上个礼拜 赖清德才骂过他的 对 对 赖清德才骂过他 怎么还会那 那表示艺术就是艺术 这就是我们在那种方向 会讲神座嘛 是 对 表示赖清德骂还是阿贵拉 没有啦 所以神座还是赢过神法了 因为赖神 听说赖清德在中团会里面 有提到吴康仁的名字 听说是有 但是没关系 那阿贵拉是谢隆姐讲的 那当然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 那时候赖清德 透过他们党务的系统出来讲 就是说他为什么 会在10月5号的国庆晚会 讲那个祖国论 他就是看到艺人在那边 做这个事情嘛 那吴康仁 他在中国大陆 是10月1号 中国大陆的国庆嘛 大家也很清楚 他那时候说 祝福锦绣中华 不行啦 中华不能是中华民国嘛 我们的国庆要到啦 所以 我们是一个中华民族 这也是大家所知道的 我觉得 当然啦 我们要把它扩大的话 因为 赖清德发现了 我刚刚讲的那个氛围 因为现在很多偶像的 年轻人是 是比较 支持的嘛 那吴康仁 无疑是其中一个 因为他过去也是支持太阳花 那 当这些人 他慢慢有一些 不同的认知 然后出来以后 他对年轻人来讲 他是有影响的 他们过去说 谁谁谁又怎么样 然后 可以 塑造一个 好像现在去反中 然后 是一个很好的流行 好像是你一个基本的配备 他把这个氛围弄出来 可是当一个很大咖 哪个金马金装的一个影帝 在那边 他去祝福锦绣中华 不得了了 那 等于说锦绣中华 当然 跟他们的台独 那个是 互相违背的嘛 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 其实 你会发现 吴康仁 大家看到昨天晚上 他虽然没有在现场 但是 他也是洗脊而去 他眼泪流下来了 那 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就是真正的艺术 大家凭本事 从 整个 台湾的环境来讲 在这样 赖清德带领 他的台独团队 还有青鸟这些人 所做的围剿 这一次没有成功 没有成功 所以他们显得很失望 那你当然 你说他进那边 我就透气他 可以 那是你的自由 但是 大家试想台湾的戏剧 这些年来 我们去强调台独的 强调本土这些东西 我们拍的这些戏 拿得出去吗 拿不出去 过去还可以 过去台湾有很多优秀人才 可以拿得出去 现在拿不出去 你没有办法 卖给其他国家 去那边 大发力士没办法 过去二三十年来 其实最大的市场 也是中国大陆 因为我们的戏剧 从民事的飞龙在天 那时候大概三十年前 哇在那边也是赚很多钱 然后三粒 三粒偶像剧 在中国大陆也是赚的 之前的华剧拍得很成功 表示有好多人 都会想要来台湾玩 可是这几年之间 有些时候为了硬要政治正确而正确 然后其实我们的人才又大量的出走 所以我们的特效也做得不好 我们的题材总是在选一些打打杀杀 然后呢有一些帮派啊等等的 然后有一些负面教材 吸引很多人看 在台湾也许你票房还不错 总是得搭上贺岁 可是我前段时间跟大家举了一个例子 如果你在串流平台上面 看到孤注一直这部片的话 是大陆拍的 然后他在讲这种 有点像是到这种 就是东南亚国家 那被当猪宅 那被控制住了 去作用网路诈骗 赌场的诈骗 线上这种赌场 那人家已经在拍这样的题目 告诉大家诈骗的可怕 那潜移默化 跟大家讲说要反诈 我们还在当8加9打打杀杀 没有错啊 那我们自己限定在 这种台独的一个立场 你这东西是拿不出去的 对 你自己在岛内自己很爽 那你的市场就变小了 变这么狭小的时候 那你拍一部戏要怎么办 只好去扣很多成本 所以你就变成 你用的钱越来越少 就要去依赖民进党政府来养你 对 大家看凝日 对不对 攻击 这个片还没拍 现在先把它炒热 先把它炒热 这个是嫌疾要用的 对 那大家可以看 民进党用这样的方式 来喂养一些做戏剧的人 然后来达到 他洗脑的效果 这是很明显的 那可是你这些东西 花了人民这么多钱去拍出来的 你是打不开国际市场 你卖不出去嘛 这最现实的 所以用意变成怎样 用意就是变成是一个贤己的文献 我们说他贤己文献 明年要15亿 那如果加上这些那是不得了的 所以民进党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贤己 因为贤己赢的话 那大家就可以来捞钱了 他用一个漂亮的名目 我们支持本土的信息 钱给了 我们支持光电 还有风电 因为这是利人 钱给了 对不对 去补贴了 我们一直在用这个方式嘛 那弄到最后 都其实都是为了洗脑 为了他们去捞钱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吴康仁 我觉得他受了不少委屈 因为台湾很多人也去过了嘛 吴威天也到北京了嘛 他说中国人到北京一定要吃北京烤鸭 他很有影响力啊 台湾为什么独派人不去围剿他 一围剿他可能会失去年金选票 所以所有东西他都是 都是选票的考量啊 那花钱只要能够换得民进党的选票 他愿意做 他们去围剿吴康仁 这种心态也一样啊 那大家看前阵子被围剿是林一城 他主妇来自成都 他当然是成都人啊 是不是 他本来就是这样啊 那当然成都人也可以是台湾人啊 为什么不可以 蒋经国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 是不是 他自己讲的啊 所以我们去把它载化 用这个其实只是民进党的方式 在内部自己塑造很多敌人 那他不晓得一个演员 一个从事这种 他需要很多的 等于说很多的澳言 他需要他的戏路更宽广 或者他需要有更多的听众观众 那他选择很大的市场 我们看韩国的团体 天天到台湾啊 几乎每个团都来了 他们很爱台湾啊 他有没有背叛韩国 没有啊 所以你现在把它关上一个 他好像背叛了 或怎么样 那这个其实大可不必 大家可以看到了 我们很多人在那边 他等于说 他把自己的戏路 在那边让人家看到 台湾这些年来培养了多少 好的艺术 好的人才 那这个有何不好 所以这对两岸其实来讲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可是因为 大家在这个氛围 尤其赖金泽总统 开始去制造了这个氛围的时候 其实对于两岸的演艺人员来讲 都非常不公平 总教授要讲到吴康仁 你就必须要来讲一讲 当时趁着吴康仁这一波 他去做一些发酵的沈柏阳 我们的大立委 他日前才呛说要来修外患罪 来制统战的艺人 可是他一转头 他也马上去撇清说 他自己并不是黑熊学院的负责人 那很多人就在猜了 他不是怕被大陆来惩戒台独 而是因为黑熊学院最近在接案子 他又是立委 所以他才故意澄清说 黑熊学院不是他来负责的吗 左教授 其实民进党是很会创造 各种各样的机关组织 有形的无形的 然后当然就是很懂得去使用 国家的资源去喂养这些组织 那当然现在沈柏阳 大家大概比较注意到的就是 他被大陆列为这个所谓的台独 顽固台独分子 但我认为这个对他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毕竟他也不太可能去大陆 那么到底他有没有来自大陆的这个 有大陆台商的这个金主 我认为也不可能 所以其实影响不大 但我比较关心的是他现在要采取的一些行动 到底会对台湾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那这个其实你看他现在这个他现在要修法 修这个外患罪 那当然就是他绕来绕去 一会说是这个因为很多艺人都相继表态 这个在大陆国庆的时候就这个表态祝贺 所以他说这个要加以这个因应 然后接着又说那未来是艺人之外还有其他人 所以我们要加以因应 这里头其实反映两个问题 这两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 第一个就是说你想你要先想到就是说 到底我们的艺人在大陆的这些行动 是触犯什么样的一个 在我们的一个法律规范里头是触犯什么样的法律规范 如果他本身没有公职的话 他本身不是一个就是不管是民意代表也好 或者政府任公职的话 那他到底会触犯什么样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第一个你必须要去思考的问题 那所有人那比如像说我们去参加这个 很多人去参加其他国家在台湾办的各种国庆酒会 那于是我们就去就就那就有人去参加 然后还要给他们祝贺 那去参加这些国家的这个国庆酒会 跟艺人在公开在这个大陆去给大陆庆祝国庆 有什么不同 你说不对啊 因为他们是我们的敌国 可是按照民进党的理论 大陆是外国 那你去大陆去祝贺他 跟这个去跟其他国家在台湾举办的这个国庆酒会 你去祝贺他 所以不定还有人去祝贺俄罗斯的国庆日 如果他们在俄罗斯经商的话 这种在法律上 如果你要加一颗罪 其实本身 能不能经得起这种所谓一个 所谓符合言论对言论自由的一个 合理的必要的限制 我认为这个在法律上 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讨论的空间 不过我觉得真正重要的是第二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大陆可以对台湾的这些 台湾的这些民众 采取所谓的这个顽固台独分子的这种制裁 那很多人说 对啊大陆他没有这个 没有对台湾没有管辖权 所以大家就批判他 说他没有管辖权 可是他背后反映一个问题是 台湾去大陆的人 远远高于大陆来台湾的人 所以他大陆当局要制裁台湾人 跑去大陆的话 他还有很多的这个机会 而我们呢 因为政府重重的限制 所以大陆人没有到台湾来那么多 所以你真的要用 跟大陆采取一样的做法的时候 你只能做什么 惩罚自己台湾人 对 所以这个才是他整个这套这个立法动作里头所凸显出来 我们长期以来限制两岸交流 最后限制了我们政府的一个工具箱 这个其实是应该去面对跟反省的一个问题 如果两岸的交流给大陆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们不是只是限制我们的交流 我们应该也是想办法扩大两岸的交流 使大家相互依赖 大家都不要伤害对方 应该是从这个方向去努力嘛 我认为这个外患罪里头讨论 其实还有一些很值得讨论的地方 那包括什么 他现在说他要针对像马前总统 也可能是他一个修法的一个新的这个 克罪的论罪的一个对象 为什么 他就说使中华民国领土成为外国的领土 但这里头会有两个很调诡的地方 第一个 因为就我所理解马前总统所讲的是说 大陆地区是中华民国的领土 他讲的是说 一个是说他讲的是说 大陆地区是中华民国领土 第二个是两岸都把对方视为自己的领土 前面是主张 后面是事实 那这个你不能把讲这个事实的部分 也当作是说 他主张这件事情 我觉得事实跟主张是有 是不一样的 那第二个 其实我认为更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那么赖总统在国庆讲话里头 以及他在 以及很多民进党人在主张的时候说 大陆地区不是中华民国的领土 我们现在一切都要以台风金马作为我们的实质的主权范围 那是不是把中华民国领土变成他国的领土 那同样是不是也触犯了外患罪 如果照他这个逻辑继续推演下去 也会有这样子一个可能性 那大家如果是马前总统说 讲了这说 大陆也把台湾当作他自己的领土 那照说这个民进党人民进党的台独台湾前途决议文就不要说台独 台湾前途决议文里头我们的主权范围限定于台风金马 这本身不是难道不是把我们的领土变成丢掉了吗 变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了吗 那所以说这个其实他这个里头真的要落实下去有太多太多的问题 那我觉得如果他真的要去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应该欢迎大家来好好讨论一下 其实之前就有人讲 为什么总统他的这种不管重要演说里头 放弃了大陆的领土 违反了中华民国宪法 没有任何的一个法律上的一个后果 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可以去讨论 如果说马总统所讲的这些话出了这个问题 那照说你赖总统乃至蔡总统最早讲互不隶属 那是不是也同样有违法的可能性呢 那当然了沈伯扬也知道他自己可能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个问题 最终他加了一个就是通谋 就是说如果这个马前总统是 就是说或者类似任何人跟大陆是通谋 要把中华民国的领土变成另外一个政府的领土 另外一个国家的领土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触犯这个外患罪 但当然了我认为这里头还会有一个问题 是第一个你这个证据的取得本身就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 更重要的是什么 我看到多数人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 比如像九二共识 那个都是基于中华民国宪法 主张大陆是中华民国的领土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当然两岸的情况其实很复杂 也有很多法律的问题 也有很多宪法层次的问题 以及表述的空间的问题 真的照他这样做 可能他就是民进党的终结者 为什么呢 因为他把所有民进党政府可以去发挥的这种模糊空间 全部都抹平了 那我觉得可能沈柏洋要想清楚 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的党内 这十一瑞的党内 董哥讲的没错 二十几年的乡土剧 什么一期花纳会的 演了好多年 演到最后 民众对贪污腐败犯罪都已经渐渐无感了 感谢张梅华的党内说爆挂真的很欢乐 历史哥讲真相 董哥说真话 左教授最真实 他这有点对账 我要再讲一次 历史哥讲真相 董哥说真话 左教授最真实 然后他说佩萱真辛苦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我们的观众 非常到位的党内 不是佩萱真美丽吗 没关系 我比较喜欢真辛苦 我需要我辛苦的被看到 感谢我们的党内送来 最后一点时间 我们要来谈一下柯文哲的案子 不过在那之前 我要先插播一下 因为柯文哲的父亲 他这个病危 那目前的情况 算是在家户病房 比较严重一些 所以在上周五 民众党也已经证实了 这柯文哲是有 申请获准到台大来探视 那这个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最新的消息 可是他讲到柯文哲的案子 其实有蛮多 都还在带假讯息 例如像大家敲碗不断在等的 说什么呢 独家北柬追民众党账目 下周将约谈关键女性大咖 这样的论调在很多的节目也在带 例如说有什么白银政治女性大咖 即将要被这个简联都要给 特别传讯过去了 可是到了今天 我们还没有看到 谁有真的被传讯出去 那其实包含了蔡壁如也被爆料 说沈庆经当时有允诺要付给她的薪水 这让蔡壁如在昨天非常的生气 他跳出来说 请问北柬上面的人 都整个系统都死掉了吗 都不用查吗 独家是只给静周刊吗 静电视这边也已经声明了 说他们的声色过程一切都合法 真正违法滥权的使用 是外泄劳检资料的蔡壁如前委员 以及前北市府劳动局局长等等的 那本公司新闻一向秉持着 保障民众知的权利 善尽媒体天职 对各项公共议题深入且平衡报道 最优质的新闻内容 蔡壁如已经说要提告了 说要清除新闻败类 李师哥 破罐子破摔 静电视 很少看到有人公关文写到 就是直接呛读人家 那这就是要 要学个要学死度的 那看得出来就是说 静电视现在一定背后靠山 真的是非常的大 所以他就敢这样玩 而且我更认为是说 静电视之前培伟所透露的是 苏贞昌跟蔡英文嘛 但是他们应该在赖金德上来之后 很快跟赖金德搭上线 否则不敢那厉害啦 这真的厉害才有存在啦 所以今天蔡壁如那么生气 他其实大家可以出来讲一些 就是说我本公司恪守新闻原则什么的 伦理然后讲讲讲一些干话 那就过去了嘛 他不是耶 他是直接还点名说 烂权烂法的是蔡壁如跟前 北市劳动局陈信宇 那代表说我就是跟你此刻 另开战场 对他就是要另开战场 他就要跟你此刻 那我是觉得因为 静电视现在最大的麻烦 就是他的收拾一直拉不起来 因为他的台号不好 再加上他的位置也不好 所以当初呢 有传闻说静电视要霸占52嘛 所以这样的操作没有成功 可大家不要忘了喔 静电视长期以来被认为跟新潮流 确实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所以呢 这是不是他真的有利用一些方法达上线 背后如果是德中的话 那当然是没有问题 你看他讲话的方式 还有什么最优质的 这不就是暴君的陶醉吗 你看又来了 自恋狂的赌摆 我之前给德中三句话 家暴难送花 这个自恋狂的赌摆 还有暴君的陶醉 静电视这态度 是不是完全就符合了这种事情 他平常每天跟你报都是坏的 然后突然偶尔爆一条好的 他说你看我们有平衡啊 有这种事吗 大街三人巴掌 小街连道歉也不到 小街也顶都给你点个头而已 他现在做这种事情 就代表说我们现在越接近 赖清德核心的 不管是媒体 不管是政治人物 甚至是他那些侧异 他们所做的方式都一样 因为他们真的很急 我一直强调他们真的在急 他们在急什么 因为政治也斗争失败 这个现在呢 在媒体的风向也慢慢的倒转回去 但是有一件事情在题外话了 就是小厂们千万不要去惹王瑞德 你真的会被告 你要详细一点 他很爱告人 温馨提醒 我真的温馨提醒 我有切身之痛 我是提醒草草们不要发狂 但最后还是要禁告一下近电视 你再继续嚣张下去 总有一天抓到你 不要以为国会 现在还是绿的战多数 谢谢大家 拜拜 我从小到大 事实上都在进行防晒大作战 所以身为防晒打人呢 我特别推荐大家这一支 这是中天新推出的 KAS抗光清爽膏防晒凝露 它里面的成分非常的厉害 有榨枣直萃 这有蓝光神盾的美称 也就是擦上它呢 可以防御环境里面 3C产品对肌肤的危害 那同时还有 含黄金海藻酱的成分呢 能够抵抗肌肤 抗老化 那最重要的是 它不含香料 所以呢 擦起来清爽不负担 全家老少都非常的适用 孕妇也可以擦 所以在这边 我诚挚地推荐给您 朋友都知道 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A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膏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枣直萃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 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 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您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 钢防晒凝露 组交换 警察 又是 保护 软 我们下期见